那一刻彼此的眼神里就真的只有彼此了 仿佛瞬间回到十年前 那时的翠花满脸的胶原蛋白 静静地站在窗户口 望着那个运动场上矫健无比的灵 一举一动 走进了翠花的心 那份最纯真的爱 为了灵 翠花悄悄拒绝了一直爱她的女人 翠花悄悄逃离这个女人的爱 只因为她心里只剩下了灵 那天她就那样静静地等着灵的出现 两个女孩像久别重复的固有 行走在这充满青春的校园 那也是翠花第一次张嘴跟灵说话 但就是那份别样的感觉 别人却怎么也替代不了 那天失落的翠花静静地等在路上 忽然看到灵 悄悄地把鞋子藏到自己的背包 然后疯狂奔跑 眼看灵被售货员按倒 翠花赶上去 替她付了钱 从两个男人手里抢回了她 可从那以后 灵仿佛变了一个人 腿的受伤让她失去了参加运动会的机会 这也意味着她的奖学金泡汤了 而家境贫寒的她 再也没钱上学了 就在灵一学一拐要走时 翠花拦住了她 殊不知这些话激怒了灵 那一刻她走了 只剩下了翠花一人 回想起两人的初见 那天是四秒课 两人意外成了花花的伙伴 而也是那天 翠花让灵把眼睛去掉 等她去掉的那一刻 那个微笑一眼万年 翠花彻底陷进去了 也是这个微笑 惩罚了她将近一生 我看到我们是期望过很久的 我们在试图中 是不是